那個脫口秀吵完輪到我了是不是 那要道歉我也可以 我身體很軟啦 對啊 你脫口秀 這也信我很多也沒問題 對啊 很多的 啊 我覺得其實就是真的一句話 去痘痘那邊才會爽 哎呀 很正常啦 就是做這一圈本來就會 這樣子 炒作嘛 難免嘛 那我會被罵 那個脫口秀吵完輪到我了是不是 我平常都不與人為戰的 突然這樣子 對不對 啊 要道歉我也可以 我身體很軟啦 對啊 沒關係沒關係可以了 還好還好還好 有時候道歉不代表是真的覺得錯 只想要大肆化小 做人啊 最重要的是格局跟度量 我也不是第一天出來工作了嘛 對啊 這個身體放軟沒什麼 收總有發文提到佳華的事情 這件事情很單純啦 就是我朋友他的頻道想要拍片嘛 他建議我幫他想一些爆點 因為他汽車頻道 我就建議說那不如找佳華去甩尾 然後看可不可以把爆牙甩出去 那我朋友聽到說 你這idea真的是很屌 然後我說 欸我有他臉書 那我就隨興幫你問問 他一開始回科醫 那後來又回說那去問經紀人 那我就沒有再做任何回覆了 我們自己也有模仿聯千億大哥嘛 就是大家都是覺得效果好才會去做嘛 沒有什麼刻意不告知啦 對啊 啊知道了就 我就之後會注意一下 對啊 抱歉造成誤會 那因為孫生媽媽昨天是吵架嗎 我現在很夯耶 我認識你很久 我真的都沒有想要自己炒新聞耶 孫生媽媽那個事情 因為他昨天晚上其實有很痛心的打給他媽媽啦 那他也是想給媽媽一些工作機會嘛 那難道能不成讓媽媽變通氣犯嗎 說實話沒有傳票沒有那些的話 事情會更單純 我們也沒有想要事情變複雜嘛 那你說消費嘛 我們本來就是以消費存在的一個頻道嘛 看我們影片的人就知道 大家就只是想要獲得開心跟快樂 他媽媽的部分我也很無能為力啦 孫生他一個人要養家 其實真的壓力蠻大的 因為他要付房租 然後包括他媽媽氣喘藥 或者冷氣費 吹的比較貴一些 都會讓他覺得生活很緊繃 我覺得大家都有情緒在啦 所以退一步 因為昨天媽媽跟孫生講完電話 媽媽也有說 沒有啦 我也不是故意的啦 可能在情緒上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 媽媽可能當下激動 其實我說實話媽媽 他如果真的有意見 後面就不會接連三 再一直拍片了啦 對 因為其實拍片是 我知道孫生的意思 讓他也有一點收入嘛 對啊 其實這是很互相的 我今天很有誠意吧 有有有 我原本叫經紀人擋的 我後來想說 啊 算了算了 就昨天練了很多次 我們不能訪問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不能訪問喔 幫我寫好一點 都嫌你好棒棒 我不想吵架 拜託 掰掰 好